我還要請楊明談一下 我們的這個鳳梨 這鳳梨很有意思 有沒有 我們的這個民主鳳梨 到了日本之後 這個日本人有好心人 買了以後送到孤兒院 送到孤兒院之後人家孤兒院 打開來看黑的發霉的 你知道那真的是很不好 陳吉仲說很樂意 再送個兩三百公斤的鳳梨 給小朋友 不是這樣 萬一送過去又是黑的怎麼辦 你要查看為什麼會變黑 為什麼會發霉 他說農委會查證 注意 這個鳳梨5月18號從台灣出港 5月25號到了日本 然後大阪通路業者 自行把鳳梨放到6月29號 從5月18號出港 放到6月29號 才送給孤兒院 所以事實上是 人家日本大阪通路業者的問題 但很多民眾看到了 另外一個角度 這什麼意思 5月25號送到通路商 6月19號收到水果行的訂單 這16天是滯銷是不是 所以搞了半天 我們的台灣鳳梨 大內宣大外宣 要外銷三支箭解決問題 但情況並不如預期 根本賣不掉 我們先講外包裝病毒的問題 這個是2020年 2020年7月30號 指揮中心他們的官網上面的QA 他就提到說 中國在厄瓜多進口的白蝦 驗出了包裝有新冠病毒 那台灣為什麼沒有禁止 這個厄瓜多的白蝦進口 他裡面就稍微講了一些說 為什麼他們認為說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國在檢驗 這兩年前我們的指揮中心 就在講這一套了 從來沒有改變過說法 好 重點來了 他最後一個QA他說 那未來食藥署會不會加強邊境管制 他說如果有新的 如果有新的科學證據顯示 食品或食品外包裝 有傳播新冠肺炎病毒的風險 食藥署會來進行這個評估加強 這代表什麼 沒有 現在他就是說沒有證據顯示 所以他根本沒有加強過 我們的食藥署 從來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把關 大家不要問這是2020年7月30號 更新的數據 這一份資料是2020年7月30號 已經放在我們的衛福部的官網 已經放了快兩年了 好 沒有更新了 最後一次更新就是那一天 7月30號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食藥署 對於我們所謂的 這個病毒的檢測外包裝 他本來就沒有在 不在乎 他根本不在乎 他認為這不會有傳染風險 他認為這沒有科學根據 好 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台灣的規定 可是你到了大陸 是看大陸的規定 大陸規定 他既然有在驗 而且他不是針對你台灣來驗 如果今天他只針對台灣的 農產品驗 你要抗議 如果今天他是全球的 這個只要是進口的農產品 生鮮食物 他通通都驗 你就尊重 驗出來他也沒有說 我們從此以後 台灣芒果就不禁止進口 沒有 是那一家廠商 一個禮拜不可以進口 所以這個就完全符合 他們的SOP 可是台灣 要把這件事情炒作成 包括陳時中 包括吳秀梅 想要把這個事情炒作成 轉移黑心快篩的一個關鍵 大家就忘記了那個 所以我們掉到坑裡了 對 我們就只是要 我們不要再討論黑心快篩 中國大陸在打壓我們 這個比較重要 你看 會不會這兩天 我跟你講明天後天 本來陳時中沒有 不會出來開記者會 不會出現 突然又跑出來了 對 又衝到記者市區 對 又在譴責一次中國大陸 現在叫什麼 現在不叫抗中保台 現在叫抗中保中 保陳時中 所以現在這個 我說這整件事情 這個我會覺得整個就是食藥署 基本上就是怠惰而已 而且老實說這件事情 不關食藥署的事情 農委會如果 你今天 但吳秀梅也很積極 上次黑心快篩 他躲了五天都不出來 現在只要發生這種事情 他都是第一時間跳出來 對 就是我跟你講 這個能夠操作抗中情節 他已經跳出來 但是我們把它拉回來 就是講說這一家 不管你說是芒果的果農也好 或是說中間的這個 經銷批發商等等的 我們有沒有去查 就是 大家不要忘記了 去年北農 說他們北農集體感染 什麼他們的菜會不會有問題 有沒有 大家記不記得有這樣一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如果今天 這個所謂的透過包裝的食品 會傳遞病毒的話 我們的國內的食安 或是說國內的病毒的傳播 難道不會有風險嗎 好 如果今天政府都說 這沒問題 這個小事 那我們也就算了 反正我們台灣是與病毒 共存的這個政策 那我們也就算了 中國倒不行 而且是澳門 為什麼澳門這麼緊張 人家習近平在隔壁 人家主席在香港 所以他們最近一定是驗得特別嚴格 那個叫一個都不能放過 一點病毒都不能放進去 他們的防疫就是得要做到這個程度 好 那我們再來講鳳梨 日本鳳梨今年基本上我們台灣 是把我們台灣的招牌砸掉 去年民主鳳梨的招牌 真的是砸掉了 你要知道 這一次訂這一批鳳梨的人 是多麼熱愛民進黨政府 他是一個賴清德 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是台南市政府聘用的 第一位外籍顧問 他是賴清德的非常好的民間友人 過去這一位 他現在在公館開拉麵店 其實我還真的跟他碰過面 跟他互通過 他真的很愛台灣 他在台灣開拉麵店 他過去曾經在日本 擔任過 在當選過 東京的煉馬區的議員 他有點類似像我們市民代表 鄉民代表這樣的一個層級 可是他就是一個很熱愛台灣 他來台灣讀書 然後開了拉麵店 就希望能夠把 為台灣多做一點 所以他買了一批鳳梨 希望能夠幫助一些 日本的這些小朋友 沒有想到 送過去居然是發霉的 就說你看網友都很聰明 如果你今天5月25號就送到了 怎麼會放到6月底 才給孤兒院 賣不掉 你看重點來 6月9號水果行就收到訂單了 為什麼會到6月29號拖20天 才把他送過去 這是這一家水果行 是不是因為賣不出去 但陽明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什麼 第一個除了這個 我們的陳吉仲 就一副財大氣粗 他完全不管 你剛剛講的什麼 什麼賣不掉 什麼環節 他說我們就再送個兩三百公斤 第一個是這種態度 第二個陽明你繼續談 你看看 農委會這位國際處處長怎麼說 記者問他 請問一下日本 沒有我們台灣鳳梨的市場嗎 你如果是國際處的處長 你會怎麼說 你是不是把怎麼樣去福島農民 怎麼樣把鳳梨賣過去 讓日本人喜歡的這個方式 告訴大家 結果他不是 他怎麼說 不良業者事情沒做好 就不代表我們台灣 沒有市場 然後來了 農委會也沒有辦法去查鳳梨 為什麼沒有賣掉 畢竟我們有18000多公噸 銷到日本 我們沒辦法查 這句話我告訴你 農委會就該自己打屁股了 他今年農委會設定 要到日本的外銷目標 是一年3萬公噸 現在已經7月1號了 鳳梨已經快要到 產季的結尾了 他說18000多公噸 完全達不到外銷的目標 那你農委會該打屁股 為什麼達不到 就是因為今年 我剛剛講了 今年我們是去砸招牌 我們去年過去的鳳梨 後來你知道到後段 開始有黑心的現象的時候 很多熱愛台灣的日本朋友 還說這個叫做比較熟 只是比較熟 我們還是可以吃 台灣的鳳梨 都會有這個黑心的現象 我想說我們這個 有黑心快山還有黑心鳳梨 可是老實說 你那個黑心一點點還沒關係 現在這個是發霉 好噁心 你這根本不能讓小朋友去吃 看了情緒也會受傷 所以我說根本的問題就是 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有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去讓我們的這個鳳梨送過去 能夠在運送的過程 在保管冷凍等等的 這些過程當中 不要受損 其實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是蟲害 我們台灣送到日本的鳳梨 有大量的鳳梨會被所謂的 不是芥殼蟲 芥殼蟲的這個所謂的 如果今天鳳梨驗出這個 芥殼蟲的蟲卵或什麼的 它其實它的薰針 它不會影響鳳梨的品質 所以菲律賓過去日本 進口到日本的這個鳳梨 百分之八十的鳳梨都有經過 楊明我特別想談的就是說 你看像楊明多用功 楊明就會對於每個細節 去了解 這就是記者的天職 更不要說官員 你的主管業務 但我要講的是 不管是這位國際處 農委會的國際處處長 跟這位食藥署的公關 兩個人有志一同 就是認為我不知道是應該的 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就是不知道 哪一批我都不知道 哪一家廠商我都不知道 他敢出來跟記者對談 這位國際處長也說 為什麼滯銷我怎麼會知道 這怎麼會是我們官員的態度 楊明你以前跑新聞 遇到這種官員你會怎樣 其實我們就拿這個 剛剛辯姊妹講的那一則新聞 自己的疫苗覆蓋率 你說這個5到11歲兒童 75點多 你就說世界第一 人家新加坡80% 你把人家放在哪裡 你難道你是陳唐生嗎 彼此大的國家嗎 你要這樣羞辱人家嗎 可是至少我們今天 我們有做功課 我們去查證 查到了你還願意改 好 可是我們的公務員素質 怎麼會是這樣 我就用這個習近平 他在香港 他講了一段話 他說 享天下之利者 任天下之患 居天下之熱者 同天下之憂 這是宋代書士的一句名言 他主要用在現代 就是去年朱學恆 送到指揮中心的 那個花裡面的 耳縫耳露 明子明高 上天下明義虐 上天難機 意思就是說你們這些公務員 你們要對得起你們的薪水 你們是拿了天下的利 拿了納稅人的錢 你就要去承擔這些責任 結果我們的公務員 連新加坡的官網都不去查 然後就說我們是世界第一 這叫井底之蛙 你知不知道 所以不管是這些鳳梨的也好 食藥署的黑心快篩也好 什麼驗病毒也好 都是一樣就是我台灣我最大 我愛台灣我最大 這種心態就是 現在是因為政治正確 他們只要這樣子 就可以升官發財 我說這才是我們現在台灣 整個執政團隊最悲哀的事情 人民要講的是真理 我們要講的是道理 我們人民要的是什麼 食安 我們要的是我們的水果賣得出去 結果我們的官員 都在那邊講幹話 講這些廢話 真的是讓人看得真的是很難過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鳳梨的事情 明年度大家等著看 現在我們今年農委會說 我們到日本1.8萬噸 我們明年等著看 還剩多少噸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必須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好休息 可適 對 好休息 好休息 好休息